总是要有领校园表演的 本来是邀请周迅来讲脱口秀 他是一个很害羞的人 虽然演过很多疯狂的角色 各种各样 但是他说一个人上台讲脱口秀 他是讲不了 那咱也不能为难人家 所以就改成了这个采访 由我来采访他 让我们掌声有请周迅 没有 没有 李淡您好 我为什么要问我自己呢 不应该是你问我吗 你嫂子再哑能由我哑吗 最近在忙啥 我在想我也没有必要告诉你 你们觉得他 他觉得我是孙丽还是周迅 我演的是如意传 虽然我觉得你非常没礼貌 但我觉得如意传 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的作品 对吧 哦 《真欢传》也是一部 非常好的作品 那你能写出如意 那个意字吗 我觉得你这个谐音梗 还不如建国 周迅 对吧 可以相提并论 对吧 我觉得今天在这儿 这么多的朋友啊 我觉得说出一个就太少 你昨天晚上跟我说了好多个 哎 李淡 我觉得你这个确实是应该翻板子 你也太不会说话了 你就真的一句话都不说吗 啊 捐山牛是一种珍贵的牛种 数量大概占中国奶牛总量的1% 经典捐山有机奶 选用的就是珍贵的捐山牛 真的牛 他这嗓子也不哑 他这嗓子也不哑 我觉得你还操心我的男朋友 我觉得我们先来聊一聊 你离婚的事情 我们掌声感谢主线 请坐 请坐 请入座 请入座 厉害 厉害 这种方式也挺好 我们通过一些精巧的设计 轩姐完成了自己一个人 独立的舞台 喜剧秀 接下来要上场的 想必大家也看过 她在各种节目里出色的 喜剧才华 这回我就不掺和了 有请独立喜剧人 那英 大家好 我是那英 很开心来脱口秀大会 网上都说 我是在逃的喜剧人 我逃了这么多年 还是让效果给逮到了 我觉得效果逮得好 我就是喜欢这种 特别不着调的节目 在姐姐那边啊 我觉得我天天见的 都是漂亮小姑娘 现在我就爱看这些 搞笑的歪瓜裂枣 我平时在郁闷的时候呢 就喜欢把这个节目 找出来看一看 哪段我都喜欢看 我对很多选手的印象 非常的深刻 特别是杨丽 你是真虎啊 啥都敢挽挽 咧咧 姐姐我在这个娱乐圈 生存了三日多年 我呢 觉得应该跟杨丽说一下 开口之前 还是要想清楚 哪些该说 哪些不该说 说话一定要客气 要委婉一点 要分场合 对不对 对 这样吧 等我学好了说话 我再教教你 台上有很多 一直默默无闻的老选手 知道你们心里头 特别难受 这姐 就得好好鼓励鼓励你们 姐今年都55岁了 不也是在那比赛呢吗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有包袱 反正你们啥地位也没有 我说这话 你们心里别生气 娜姐不是故意这样说话的 你们也不是故意 没地位的 开个玩笑 我说话直 还好大家都挺包容我的 身边的朋友 对我都挺好的 尤其是小周 今天小周呢 她在这儿 我就不说她什么了 挺好看的一个姑娘 就是说话费劲 好啊 说完这话又失去一朋友 我这确实嘴比这个脑子还快 但是好在我自己在专业上 我还行 所以大家还是要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 这样呢 别人就算恨你 也起码带着尊重去恨你 我呢 这人 就是说的比唱的还难听 但是说句不好听的 我唱的真的就是太好了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下一句是什么 全是真的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作为领校员 我拍灯的标准特别简单 真实 有话直说 专业要过硬 也希望今天参赛的选手们 展示出真实的自己 千万不要装 毕竟你们知道 娜姐 我最烦什么样的人 谢谢大家 我是大英 我是大英 大姐 大姐 大姐别看这边 妈呀 这边 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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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姐 那姐 这边 这边 干嘛呀 干嘛呀 哎呀 那比唱歌几分呢 可以可以可以 已经完成了 完成完了 掌声 哎 走得抖 那姐是哪年出道 我是 1988年出道的 1988年出道的 搞艺术家 在我们这个破地儿 紧张成这样 手都夺了 真的是夺了 我看着周迅的背影 上来的时候 我真的吓死了 没经历过 对呀 因为真的很难 真的 就是太可怕了 我觉得这个 两个人合作嘛 七分 大方 这真的太难了 我发现这个 这个不好弄 不好弄 嗯 那上班程 已经突围的朋友们 就显出自己的厉害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